碰 住个家没法呆了 这又抽什么疯 你到底找哪儿了 什么东西 找到了 我就知道 爸爸妈妈骗心 你请一个压醉前逼我脱了50元 你们都欺负我了 对啊 跟你们俩的压醉前都是一样的 外面怎么可能少了50元呢 那就是有人坐了手脚 可我干什么 一家之前都是你妈保管的 我可没碰过 你爸说的对 我当时把红包分好 在那边放到过时搭衣口袋 还锁了门 就防止你爸进去搞鬼 发红包之前你不许记这个屋啊 知道钱怎么少的了 有人把透明鱼线从衣服口袋的衣角穿入 再在上面粘好透明胶弹 期间放入妈妈的衣服口袋 接着把两端的鱼线头 从门碰住拉出 固定在墙角 妈妈拿着红包放入口袋后 其中一个红包便粘在鱼线上 之后只是趁着没人注意 拉动一根鱼线 红包就会随着鱼线拽动 从口袋出来 然后把压醉前头拿一张 再拽动另一根鱼线 红包就会返回衣服口袋 最后用力扯掉鱼线 收回证据 完成密室道歉 这种的手法权 究竟是实 还能是谁 就是爸爸 还我钱 你们都没证据 谁看到是我干的 张红包和鱼线 应该就在爸爸身上 好啊你 爸爸真偏心